國民黨籍花蓮先驗員為家驗財表態要參選市長 位在富強路的服務處2號晚間就被人塗抹鮮紅色的火龍果破壞看板 報案之後警方巡線找到涉案男子 初步要查排除是招人指使 而犯案動機呢還是有待釐清 看板上泛紅的污渍怎麼沖也沖不乾淨 因為不久前才被有心人惡搞 臉部全被塗成鮮紅色實在有點嚇人 不過仔細看 潑在臉上的不是漆而是火龍果 應該不是潑漆 它是用一些水果 然後可能是火龍果之類 然後就是 一直重複的抹在看板上面 事發地點就在花蓮縣議員魏家宴的服務處門口 2號晚間一名白衣男子路過 突然用手中的火龍果破壞看板 被發現後緊急落跑 議員得知後無奈的報案 服務處的人其實就不予追究 但是我還是選擇報警 那也請警方 請他調查看看幕後的動機是什麼 會這麼敏感就是因為剛好適逢國民黨 花蓮地方基層選舉的登記截止日 魏家宴將和兩位黨員吳東昇 林宗坤 角逐花蓮市長初選 所信警方火速將嫌犯逮捕歸案 排除是政治惡鬥 據我們初步了解 目前這個逮捕犯案動機是跟政治無關的 雖然初判犯案動機跟政治因素無關 但破壞看板的行為就是不對 嫌犯得為一時的衝動付出代價 記者許莉琴花蓮採訪報導 聚集,請錦解,教,絕影,絕影 選擇 教好了 小方策 教責 教責 感谢观看